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在地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周文轩 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在市政总直询时 呼吁新北市政府要重视滑板运动 改善练习场地和修正补助办法 才能留住体育人才 今天的寻找小城料理达人单元 要教大家做的是金钱虾饼 新北市中医师工会常年热心供应 今年在市捐赠800份桂圆银耳鹿 市神汤软骨等及时药膳包 加惠新北落势加户 从106年到现在 工会已经捐赠了多达3160份 新北市中医师工会爱心不中断 本着服务社会精神 29号上午捐赠了800份桂圆银耳鹿 四神汤软骨等及时药膳包 加惠新北市弱势加户 从106年起到现在 新北市中医师工会所捐赠的药膳包 已经多达3160份 市值约52万元 工会本着体制于社会 用制于社会的精神 所以我们每一年捐赠药膳包 来做跟给弱势团体 希望能抛砖引玉 和更多的企业 来加入我们的行善的行列 新北市中医师工会 长年来积极投入公益服务 101年成立中医师志愿服务队 定期前往偏乡地区议证 更连续15年举办小神龙滑驼营 另外也到各校园 推动建脑护鼻操 教导学童改善鼻过敏的问题 偶有仪式长在受赠仪式中 对于工会也表达深切的感谢之意 我在新北市11年 看到中医师工会 所有的医师们 全力地关怀新北市的市民朋友的健康 不管在边乡的弱势 在都会形态的 这些下被关心的资源的弱势之情 你们都伸出了严手 侯友仪式长除了颁赠感谢牌给工会外 也期盼透过工会的抛转引玉 邀请更多的企业团体 共同加入冬日送奶行列 记者杨邦友张文琦 新北市采访报导 双城国小儿童乐团 参加了新北市110学年度学生音乐比赛 荣获了团体国小组 市区儿童乐团优等 将会代表新北市来参加全国决赛 双城国小儿童乐团 参加新北市110学年度学生音乐比赛 荣获团体国小组 市区儿童乐团优等 将代表新北市参加全国决赛 校长林立娟表示 学生平日就很认真的练习 赛前各式不敢有一丝松懈 能够获得好成绩 对学生真的是很大的服务 同时还要感谢指导老师 胡淑慧的用心与付出 这次能够很幸运的 能够得奖参加全国赛 事实上我们的灵魂人物 要谢谢我们的胡淑慧老师 他真的是费尽了很多的心 在教导这些学生 那平常的训练也都是 就是不管是假日或者是课后 都是牺牲很多自己的时间 开学之后当然就是紧锣密鼓的 就比如说我们早上 早上是有固定的团练时间 然后还有就是礼拜四 放学之后的两节课的时间 那小朋友也都很认真 就是学长学姐 他们会很不保留的 就是传授给学弟学妹 各种音乐的知识啊 然后执法要正确啊 然后就是音乐的表情 各方面的 胡淑慧老师说 五月份进入三级警戒之后 乐团想尽各种办法维持训练 虽然难度很高 但还是一一的克服种种难题 上音乐课其实用网课是 有蛮多困难 那我这样上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发现 其实乐团似乎也可以 用某种心态 让它继续进行 那所以我们就暑假就开始 就是让小朋友 用分布的方式去上网课 那那个时候就是慢慢开始练习相关的比赛的指定区啊 或是选区 双成果小儿童乐团成立于民国九十年 参加学生一年比一年增加 过去不管是新北市赛或是全国赛 多次获得优秀成绩 今年学校也期盼能够不负众望 再次有亮眼表现 记者陈彬正门奇 新店财宝报导 新店专属年度活动 新店西游记 今年呢 虽然因为疫情 无法举办大型的现场活动 但是呢 还是用各种多元的方式 让民众一起来参与 近来还推出了形象影片 结合在地舞团 透过了热情活泼的街舞 介绍新店13个渡口的美丽景致 带领民众一起来感受新店的美好 迈入第七年的新店西游记 今年虽然碰上了疫情 但仍用各种多元方式 让民众能参与这个一年一度的新店专属活动 日前在脸书粉丝团上 就推出了形象广告影片 结合了在地舞团 安坑AK HIT HOP舞蹈团 透过热情活泼的街舞 带领民众看见新店13个渡口的美丽景致 透过安坑AK HIT HOP舞团 来帮忙推动新店西13个渡口的历史印象 那HIT HOP舞团可以说是 由一群在地的小朋友 还有家长共同组成的一个在地舞团 也透过这样子的舞团 小朋友热情活泼 针对新店既有的 过往的13个渡口的影像 来传达我们新店传统的 这个文化的历史意涵 顶着艳阳小朋友 卖力地用街舞展现活力 跟着镜头转换 看见了过往在新店的13个渡口 每个渡口都有不同特色 更是地方文化传承的起源 藉由影片希望能够让更多人 感受到新店的美好 而除此之外 今年的新店西游记 也以线上分享会的方式 让活动参与突破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并且邀请了香氛老师和产品设计师 开发出限量的13度香水 将13个渡口的故事和新店西 浓缩成温润淡雅的香氛 包括这个水英雄的分享会 还有欢迎来到我的星球玩的分享会 那一样的我们所有的活动 跟在地公民参与的活动呢 都变成线上的形式 那也透过这样子的分享会呢 推广我们13度新推出的一个特色香水 新店西游记今年更首创 宅配新店到你家线上主题活动 搭配新店各式特色好礼 举办互动抽奖 同时所有活动相关影片 都拍摄制作上传到YouTube 让民众随时都能够看见 新店不同面向的文化与内涵 补助了五个水英雄的提案 然后让五组公民参与的团体 能够针对节水的方式 或者是节水的提案呢 拍摄一系列的影片 然后另外呢 也透过16个这个在地新店人 以他们的视角角度 来绘制我们新店的印象 那也将这个整个过程 还有成果呢 拍摄成YouTube的影片 新店区公所表示 将会透过新店稀有记 持续号召大家一起从土地开始 结合美学与艺术的转译产出成果 让更多人一同来看见 并认识新店之美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滑板运动在东京奥运 被列为比赛项目 在新北市其实也有不少的滑板好手 长期以来相当关注滑板运动的 新北市议员刘哲章 在日前市政总质询的时候 就特别针对了练习场地和补助办法提出了质询 呼吁新北市要多多重视滑板运动 才不会让新北优秀的体育人才出走 秀出了滑板场地的现况 新北市议员刘哲章在日前市政总质询时 向新北市长侯友宜问道 这样的场地可以让小朋友使用吗 市长立即说不行 刘哲章指出 不少极限运动场地这几年来都沦为文字馆 甚至变成了废墟 更以树林极限运动场为例 居然变成了旗弹场 因此要求新北市要重视场地硬体设施的 分辟和改善才能够推动滑板运动 大部分的训练场都是在2016年前就盖的 他不晓得说奥运的规格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我要告诉市长的意思是说 既然我们亚洲人适合这样的运动 而且我们在台湾也有很多的好手 特别像我们现在新店有一个全国冠军 我希望市长能够重视这个运动 新北市议员刘哲章表示 滑板已经在东京奥运被列为比赛项目 在新北市更不乏许多滑板好手 但可惜的是 这些从事滑板运动的孩子和选手 常常苦寻不着一个适合的练习场地 而除了场地问题 新北市的补助要点也需要一并修正 他也以台北市为例 在补助方面的确优于新北 如此一来将会让新北优秀的体育人才流失 很多的好手通通跑到台北市去 即便是新北市的好手 他也在动摇 到底我要待在新北市 还是待在台北市 因为台北市的补助多 甚至我出国比赛 他也可以补助我 所以这一点我希望说 市长要特别特别重视 新北市议员刘志璋强调 滑板运动相当适合亚洲人发展 但要推广这项运动 就必须给予完善的练习场地和补助 培训计划 希望藉由这次的总质询 呼吁新北市要多多重视滑轮板运动 让喜爱这项运动的孩子和青少年朋友 能够安心安全地从事这项运动 更重要的是 能够把新北体育人才留在自己家乡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先让我们学习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 今天寻找小城料理达人单元 要叫观众朋友做的是金钱虾饼 我们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饭上出现就是感觉明年大家都会赚钱啊 虾子 白芹 葱 白胡椒 然后盐巴 盐巴 一点点的酱油 香油 然后米酒去腥 其实这个不用切得太顺 因为我们用杯子就是要保留一点那个脆脆的口感 应该很小很小 可能从国小开始就有 然后是阿嬷 阿嬷她开始做的 因为很好吃 然后那个金钱虾饼寓意很好 所以一定会出现在年夜饭上面 因为我觉得用拍的比较快啦 有大概四分之一的 然后是切比较小块 然后让那个虾泥会有一些嚼劲 再来就是要把这些拌在一起 长大以后嘛 就是开始帮忙就是 年夜饭的准备 然后因为我们一开始 就是什么都不会 只能当那种 g-cut的角色 就只能剥个虾子啊 然后削个蔬菜啊 大厨们都很忙 就是阿嬷跟妈妈都很忙 然后我们就做这种打扎的角色 这一道菜说实在也比较复杂 所以慢慢的 越学越多 然后就开始接手 本来只有剥虾子 然后变成说啊 我可以捏那个饼 然后再来就是 哦这个都给你弄好了 因为我已经学起来了 就是慢慢进阶到二戳的角色 那你的部分可以拌一点蛋白 让它更滑一点 然后炸的时候不会那么干 拌好以后可以稍微冰 大概半个小时 到时候再捏那个虾饼的形状的时候 会比较好成形 其实在家里吃过太多好吃的 在外面会有一点不怎么合胃口 因为对这个也有兴趣嘛 然后所以平常也就是会很常看那些料理节目 然后如果有看到一些 我觉得这个好像可以试试 或者我想做做看的菜 就会自己试试看那样子 稍微观察一下那个旁边 已经会看到有点红红的 就是虾子熟了 然后那个面包粉颜色 就是有金红就可以翻了 因为已经差不多了 要稍微开大一点 不要吸油去硬 因为已经差不多了 不要吸油去硬 新甜虾饼上菜咯 其实也是跟阿嬷的一种纪念 就是它的味道一直有留在我们家里 紧接着让我们来看看Bomaya 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现在身份依据光纤上网加WiFi 6指定方案 每月999元起 再享AI居家防护服务 速洽2917 3939 一起为运动员加油 UNIGINE互动体感健身 提供30套线上运动课程免费使用 体验身装速洽2917 3939 公费流感疫苗10月1日起开打 请符合条件的民众 攜带健保卡、身份证等相关证明文件 前往卫生所或是合约医疗院所接种 前往前请先上网或电话预约 110年度青年租金补贴受理 申请从11月1日起至30日至 各类名额共1000名 提供每月最高3000元 最长12个月的租金补贴 申请资格条件及应付文件等相关规定 请上新北市城乡发展局官网查询 新北市都会西区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启用 地址位在新北市乌莱区环山路80 向98号三楼 提供原住民家庭福利咨询 关怀辅导 以及社区讲座等服务 洽询电话2661-6082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可以扫描画面左手边的QR Code 订阅大兴电的YouTube频道 又或者是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欢迎您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